点击右上角关注,你不会后悔的。 据东方体育日报消息,生花专场宝家俊因这一年出现严重犯规, 与参加读协的听证会。 据介绍,陪同宝家俊前往读协的还有生花的管理层。 如此严重的犯规,宝家俊很可能面临读协的严厉处罚, 新后期中超手中针弹罚钩,或就此带来。 此前,生花官方已对宝家俊进行了内队处罚, 罚款30万元,并向法律部队,若在加上读协的处罚。 对宝家俊来说,这次教训将会非常深刻。 图片来源,网络声明,本文章仅代表本文观点, 被眉力求内容准确完整,但学友出处以真实情况为准, 对眉力对应使用的文章而产生的任何后果承担法律责任。 文章最高解释权归本公订号和文章作者所有。